來 現在我們請問你 那個對於民進黨換肩 他們是不是良心發現 就是說從昨天晚上幾則新聞 就是說林之間的媽媽還有他的小孩 特別他的小孩說 請他爸爸不要再參選桃園市長 那另外就是他去參加中華大學的學輪會的時候 那麼也呈現出說中華大學的學輪會的成員 都跟他某一個程度保持距離 發清界限 那也顯現出說中華大學的學輪會 也可能做出對他不利的 所以在昨天這兩則新聞露出 大概就可以看到說林之間的家庭 還有他本人承受到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他本人有退選的這個想法 可能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不過今天這個動作可以看出說 因為要聯絡今天這個活動 應該是昨天晚上就聯絡了 所以很顯然的 就是在昨天民進黨跟蔡英文 或是跟黨主席跟高層大概都有討論過 所以才會有這麼快的動作 在今天召開這樣的一個會議來討論 但現在我們還不知道結論 但是基本上我們認為說 如果他繼續選下去 以目前的情況可能是會非常的嚴重 就是他的這個不只是傷害他個人 也不只是一絲無命 可能是整個民進黨的所謂的 基本的誠信破產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政黨的形象可能就會受到嚴重的摧毀 所以這個時候做一個斷然處置 其實對民進黨應該是一個止血的動作 不過這個動作看起來也是做得非常的 這個速度反應也算蠻快的 那緊接著我們也認為說 將來到底會不會這個做出 如果做出這個決策 替代人選到底要怎麼處理 我們認為其實還是應該回到民主程序 過去做的決策的缺點 就是他不尊重民主程序 由總統來做決定 那所以這個決定就很容易變成 總統的這個主觀的意願 就變成有一點這個私相授受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認為替代人選最好 雖然時間緊迫 還是遵照民主程序 這比較複合程序正義 也比較不會有爭論 那不然的話很可能內部就再分類另外一次 這個可能性也有 所以目前雖然止血 可是危機還是存在 那你對於桃園這次的選 像政權犯家嗎 那對桃園的選情你會怎麼看 目前當然他們也可能認為說 在目前的國安危機底下 他們還是有這個芒果乾的牌 國安危機的牌還可以保持他們的機會 我的判斷 如果在最後 當然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那這個傷害的造成 如果在程序的正義沒有處理好 那有可能還會有新的一個狀況產生 所以基本上我們認為 目前這個局勢還言之過早 但是換這樣是他們認為說 有這個國安現在的這個危機 所以他們還是認為有機會扳回